你好 歡迎收看12月3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花蓮台彩威力杯全國少棒賽 經典是第11屆的2號開始 在國福棒壘球場熱鬧開打 21個縣市22支的隊伍報名 要爭奪最高獎金100萬元 2號開幕式特別選擇在花蓮東大門夜市廣場舉行 期盼帶動體育熱潮也帶動觀光熱潮 威力少棒回出希望 回籃競技實現夢想 2023第11屆花蓮台彩威力杯全國少棒賽 2日起在花蓮國福棒壘球場熱力開打 今年共有21個縣市22支隊伍報名參賽 要來爭奪最高獎金100萬元 有別以往 開幕式2日傍晚在花蓮東大門夜市廣場熱鬧舉辦 讓外縣市哨棒小將有機會認識花蓮 也讓選手享受東大門的美食 在縣市議會、縣政府還有花蓮縣市議會的努力精心規劃之下 今年已經執行第11屆 所以總共已經執行了6600萬這樣的一個經費 每一年這個時候我們都集合全省各地最優秀的小朋友才能到現場來 就用你的雙手我們來為今年第11屆才加入的嘉義市 新加入的小朋友一個鼓掌熱烈的歡迎 希望從第11屆以後嘉義市也一樣每年都能夠來參加 今年我們特別把它移到東大門來 以前來到花蓮都有麥當勞券 今年我們希望讓體育以及觀光能夠結合 所以今年特別跟我們東大門來結合 讓大家開幕就在東大門 看到全國最大一個夜市而且最距離規模 再一次感謝大家來到花蓮 也謝謝未來要陪伴大家非常多天的 我們的裁判群給他們掌聲好不好 謝謝 更謝謝我們來為大家鼓勵的我們所有的貴賓給他們掌聲 謝謝 為自己掌聲祝福大家健康快樂 打得開心打得愉快交到好朋友 花蓮幸福感謝101年12月6日為立彩花蓮得主的1.2億元捐助 讓全國杯賽能持續舉辦 透過中華信託每年撥款600萬元辦理 包含曾奪下6次冠軍的桃園市 奪下3次冠軍2次亞軍的台東縣 還有離島的澎湖基金們也都來參加 花蓮縣體育會表示 明年將力邀媽組參賽 讓花蓮台彩威力杯全國少棒賽最後一塊版圖得以完成 感受花蓮的好山好水 接著講網友 徐立琴 花蓮師報導